歡迎光臨 想找工作看這邊 面試沒腳打解命 這個行業跟你想的不一樣 怎麼不一樣 猛男團 因為我們這個職業比較特殊 來應徵的人通常都 對啊 名字5身高 他怎麼給頭髮的 說出口就刷掉了 我們都會問說 所以你為什麼要改變工作 然後他就說 那你滿意你現在的工作嗎 你為什麼要徵人呢 你對你的薪水滿意嗎 非常的囂張 如果他們把我的名字寫錯 就沒了 杜力已經那麼簡單地寫錯 他寫什麼 他把我的名字寫錯 杜男 杜力 那你就杜男 然後問他 你為什麼要把我的名字寫成 杜男 他說你之前上節目 然後有一個幫我畫面的人 他說你要把你的名字 改成杜男 那個人是不是憲哥 應該是你 同一個要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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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不生胎 轉業不聚財 偏偏現在年輕人 我跟你講 一直換 Rolling Stone 賺到Mars 對不對 滾時不生胎 對不對 但是到底要不要換工作了 肚子你就要換了 老闆只提供三個薪水 三分 第一份薪水就是錢的薪水 錢 第二份薪水叫做 環境 我們生活在這個環境 在這個辦公室裡面 我每天都要在這裡生活 這份薪水 第三份薪水是什麼 就是 這就老闆才講得出來 未來的薪水是什麼 就是說再次坐一坐 我跑到外面自己開一家比你大的 未來的薪水 這叫未來 有沒有看到 有潛力的 所以在體制內要成長 體制外要發展 一起來歡迎這六位好朋友 老闆 五位 誰 老闆 國際獵人頭 這個厲害 獵人頭 介紹一下 你們做這個 大家好 是專門 恐怖 聽起來很猛 有氣勢 做了12年 萬人 敢在何大哥面前講過這個 真的 何啟盛 利益 人力行 總經理 人數5千人力 這裡才合理 萬人有可能嗎 有可能 沒有 老闆不用做事 是假的 我們負責砍 老闆負責收割 負責獵人頭 也是也是 對 這個何大哥 以後要用一點比較即時的照片 這一張太過去了 對 你拿這樣啦 即時的 有落差 待會我提供出來好了 反正待會把它修掉 沒有 當然要跑到帥的嘛 謝謝 來 杜力 不要 杜力是老闆 是老闆機 對啊 真的就是老闆啊 你interview過30個人啊 對啊 跟他們比起來很少耶 對 你在總經理旁邊這樣突然說 30 這個位置應該不對 我應該是先坐在那邊吧 坐第一個 對啊 第一個就比較好看 那你那個30個人 就讓我想到艾爾利集團 30而已 有沒有 OK 馬上說 沒有答案 好 Eric 金算師 這個 這個是 行業裡面現在重中之重 這個 金算師 Actuary是不是 Actuary 對 你懂 很會算 介紹一下 你這個金算是算什麼 基本上就是分析一些過去的數據 然後預測一些未來的趨勢 讓公司做風險管理 你個子也是很高 有沒有看起來像林書豪 有 大概1190左右 沒有他沒高 不錯 精算這很重要 企業裡面 凡事要經過精算 合約要精算 官司要精算 對 他們都很會精算 但是就是自己的婚姻 總是算不好 好 誰換 喂 那沒辦法 來 吳達瑋 來 Z9 Z9 傳說真的Z9嗎 PTT的紅人 神人 PTT 神人 神榮 這最近斜槓重振了 斜槓 為什麼要重振呢 因為還是對政治有一些憧憬 想要改變一下社會的狀況 OK 有憧憬最好 好不好 Interview過50個人 對 大概50個 因為我們政黨比較新 謝謝 龐紫緣先生 猛男 首席猛男老闆 猛男團啊 我看你穿西裝這麼緊 應該眼而幽則倒 對啊 應該是藏不住你的好身材 所以我是要脫下來嗎 OK 當然要脫下 當然要脫下 對啊 你 真的脫啊 你會怕身為這個猛男團的老闆 哎唷 喔唷啊 看得出來 你的身體真的很爆耶 對啊 你的襯衫很辛苦啊 哇 襯衫應該不用脫了吧 這個在古代 你就推出去斬了 敢穿龍袍 真的 還斷面的 面試過500個人 對 大部分都是 有學生 有高中生 甚至有一些 已婚的婦女啊 或者一些 婦女 不是都要是猛男嗎 婦女要 也有爭模特兒 也有爭辣妹 喔 辣妹也有 對 OK 各行各業 好不好 我們今天就一起來看一看 他山之石 他可以工作 看看這個行檔裡面 因為有些我們沒想到的 突然間互相運用起來 狀況一 來 這個行業跟你想的不一樣 怎麼不一樣 面試不NG的一個祕訣 大家想找工作 萬一你拿面試一次NG 下次就不用再講 再見了 對不對 來 Sandy Sue 怎麼樣不NG 我們過去的面試經驗 就是曾經面試過 那當時我面試的這個少林寺師傅 是從杜拜找來的 杜拜 對 獵頭在做任何的挖腳的動作當中 要先了解產業誰在哪裡 大家潛伏在哪裡 然後就大概做了一輪的這個research之後呢 發現其實海外很多少林寺師傅出身的老師 然後他們各自遍佈在世界各地 他還俗了就對了 對 他們還俗 他們大概是小時候七歲到八歲的時候 就會上那個山上去做修行 那他們必須要還俗之後 那有些師傅他還俗以後 他已經習慣了原來的髮型 對 會不會一直維持 我沒有講你 你幹什麼 你幹嘛心俗 我也回不去沒關係啊 是是是 OK啊 他是少林寺出來 是是 少林子弟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就是 可能會比較屬於跨界的轉型 因為我們現在人才普遍不足 所以我們必須要透過另外一個行業 來做一個轉行的動作 那其中一個他是主播出身 後來轉進了AI集團 做AI的企業集團內部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那憲哥知道為什麼主播可以轉成 那個AI部門嗎 漂亮 對 漂亮系重 也顏值 眉毛很多 但是除了顏值之外 因為主播每天都要看新聞稿 然後他要看很多資料 他可以在短期之內收集到非常重要的資訊 然後達到一個快速學習的這樣的技能 所以 對 那這位主播他當時呢 他在面試的過程當中 他其實是把過去十年 這家公司發生了任何事情 他做一個快速的整理 然後透過一個 summary 就是讓老闆聽得懂的話語 講給老闆聽 就像大老闆在我旁邊一樣 什麼錢爆零 對 然後他就脫穎而出 就覺得這個人潛力不錯 可以幫他做一個 沒錯 但是找工作 主播剛剛講到外貌對不對 其實除了外貌 更重要的是他的口調 對 溝通能力 溝通能力 對 你在那麼短的時間裡面 要讓對方可以對你深信不疑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對不對 來 何總 新聞天的這些面試 我過去大概光在友台 就12年的新聞主管的這件事情 那我們曾經也看過一些朋友 特別是我就講這個 曾經有一個友台 舉辦過百萬主播徵選 那麼也就是說前三名 第一名50萬 第二名30萬 第三名20萬 總獎金100萬 所以百萬主播徵選 那麼在徵選的過程當中呢 第二名的這位女主播 她進入到最後的十強的時候呢 她打電話問我 她說這個聖哥 已經進入到最後十強了 想從後門 打電話問你 沒有... 我要不是評審 請教你 打電話 潛規則 那個是老三台 老三台 哇 潛得厲害 哇 好奇怪 老三台 我也經過啊 那麼 我犧牲很多 真的喔 辛苦了 聽我到前十強 她說明天就要考試 她說可能會出什麼樣的題目 我猜想 我當時就猜想 她應該會出一個 放諸四孩而接準的一個 經常會出現的題目 就是你跟其他的九名 相較之下 你勝出的強項是誰 憑什麼 對 OK 那可以想見所有的人 他的回答一定是說 我的英文多一 甚至於900分將近滿盤 那我從小就是演講比賽的 這個常勝軍 那他又是周遊列國 去過三十幾個國家等等等等 每個人就開始講 自己可能勝出別人的強項 自吹自擂 那我說如果人家都這樣講 你也這樣講 那你一樣了 你自以為的強項 就跟人家一樣了 就不會讓人家留下 這個深刻的印象 於是 我的建議 哪一招 是說你要先跟面試官說 面試官 我在說明強項之前請允許我 先來感謝一下 這場的活動 因為在這個活動當中呢 我發覺 今天勝出進入十強的這九位 是 這我們的同僚 同儕也好 他們身上的強項 遠遠超過於我 我在這幾天的活動當中 已經在他們的身上 展開我的學習 Stay humble Stay hungry 那麼我 這麼Humble完了之後 然後我直接底下 拿一個漢堡出來就 不是這樣啦 沒有啦 I'm hungry 我最大的強項 就是能夠 看到別人的長處 而把它 轉化 為自己的優化 這個很有功夫耶 所以這一想 第一個 他們是在徵求新聞主播 那麼新聞主播其實是一個 相對頭角真榮的一個行事 可是如果他這麼謙充的話 就會覺得他在跟同儕的交往的過程當中 就不會召妓 相對的比較不會召妓 對不對 比較元首 是 那二方面呢 也就是 那我用這個 用這個 用了九個 還不如用一個 因為九個人的長處都在他身上發揮了嘛 極深 這個最厲害了 就是站在他當時拿到第二名 巨人更高的時候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嗯 好聰明喔 應該就是 給大家 因為這個題目是所有面試都會問到 每次面試都不外乎問這幾題嘛 第一個 為什麼來我們公司 第二個 為什麼應徵這個職務 第三個就是 你跟其他人相較有什麼勝出的條件 第四個就是說 那你前所的公司 你是為什麼禮開的 都是每一個 都是考古題 考古題 這些都要預先的準備 大概三分鐘的回答內容 那再有第五題的時候怎麼辦呢 就把我前面準備那四題裡面的答案 把它拆解 然後重組 去應付那個題 哇 大概都會 果然是總經理 真的很會 你不要話術我 有沒有 國際吹牛比賽 誰最能吃 裡面一個 所以準冠軍的在裡面 挑戰成功他就冠軍 他進來 兩句話幹掉對方 因為那個人說 他可以吃掉整個宇宙 那個和尚就說 大概是這種概念的 杜利師傅 老師杜利 他們有面試那麼多人 但是他們還少了很多東西 你根本沒有講到啊 我知道你是大老闆啊 然後你 萬個人都有面試過 但是我跟你講 除了你講的一些東西 嘴巴也有很多 很重要的東西 很重要 除了交流之外 特別是像我自己很喜歡 我面試的時候 我要注意到 這個人 牙亂 牙齒有沒有亂 有沒有亂 要整牙 那不一定是很整細 但是就是不要太亂 然後第二個就是 嘴巴不能臭 不能臭 我自己很敏感這件事情 因為我之前就是跟一個 魂固面試嘛 然後就是跟他探一下 我沒喝錯的方式 但是他講的時候 講話的時候 口氣 口氣很重 很重 我期待 可能我期待 他會不會就是永遠一輩子都記 就他的嘴巴有點像一個 因為這是最基本的 對 這是基本的東西 就是身體的那個 是 對 所以我會注意到這個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件事情 我很喜歡 我找到的員工 就是可以把我的公司 當作一個踏板而已 當一個踏板 這樣會不會很難聽 因為你公司也不打算開箭 沒有 而且他又不用支付退休息 沒有 那個跳板 沒有 就是因為我就是覺得 就是一個人來我公司 我知道這不是長久的一些事情 他可能是要一年兩年 我知道應該是這樣子吧 他不可能就是一輩子 他最大的希望可能幾萬塊而已 說不定他也想要到個老闆 這個就是 就是老闆給你的第三份薪水 Future 你的未來性在哪裡 我是為了他們的未來 我很喜歡就是 到我公司的時候 他就說譬如說 我來你公司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沒有很懂音樂 但是我要聽在這邊 然後學習一下 要怎麼 那個音響最好怎麼挑 然後歌手喜歡聽什麼東西 然後在舞台 舞台的美麗是怎樣 所以在這邊就是學東西 他之後跑去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我也很開心 但是他來到 到我這邊也是有學到東西 他也有自己的未來 這個聽起來是個很好的老闆 Future 那精算界怎麼看 來 Eric 我們精算的公司 其實很怕別人把我們公司當跳板 就 因為比較特別的一點就是 因為通常有十幾個考試要考 然後一個人平均要考八年才有辦法考到 真假 對 所以公司需要 放很多時間跟錢 來培養人才 對 所以通常我們在面試的時候 都很希望 有辦法知道說 這個人是對這產業是認真的 我們熱情 對 所以通常要第一次面試的時候 他至少要過一到兩個考試 就能代表來證明說 他對這個行業是有熱情 他有基本能力這樣 我遇過一個精算師 厲害了 他在精算什麼 精算 大興安寧 中國大陸大興安寧 然後他有兩三座山 這兩三座山開始種什麼樣的樹木 在經過二十年之後回收 他是最有利潤 哇 好酷喔 這個就精算師在算對不對 有吧 重數 我個人是沒算到這個 但是精算師也會適合 這個程度是比較高的 喔唷 這樣 這樣 阿跨 不要這樣耶 不要這樣啦 還有呢 還有 有什麼可以補充的 就是因為為了要有更多 不同的人才能夠進到公司 我們其實跟台灣很不一樣的一點 就是我們會 六到八個面試官 哇 這麼是很重 對 就是六到八個人輪流進房間 那支薪水肯定很高 對啊 這樣面試 沒有啦 對 但主要就是為了確保 這個人有辦法跟團隊的所有人 融入在一起 然後一起合作 Teamwork Yes 那只要有一個人不喜歡他 就不能來 如果那個人的頭銜比較大的話 就是會被打槍 喔 他頭銜 這個聽起來好像FBI在關進人家 是不是 FBI一直在看一下 你跟這個人這樣的 一模一樣還是不一樣 這樣子有點太過分吧 壓力很大 我就是 為了確保大家有辦法跟他 一起工作 所以就是必須要讓大家有辦法 接受 打尾 C9 對啊 因為我自己算是 這個算是政治界的嘛 那因為政治界比較特殊 就是他有比較明顯的這種 敵友的關係 喔 對 那我自己以前是 大學的時候這種肉搜的這個 名 達人 欸 不敢說是打人 肉搜這樣 對啊 我們都知道你啊 肉搜 沒有 所以就是保留一個小習慣 就是今天這個面試者 他履歷過來的時候 會偷偷地看一下 你就去搜一下 對 搜一下這個人 在公開場合的一些言論 那可能怕說 他跟這個政治的理念不太合 或者是他比較偏激的這個狀況 你們立場不一樣 對 立場不一樣 就很怕這種人 因為政治這個領域蠻多這種 比較激烈的人在裡面 類似的狀況 就顏色不一樣的狀況 對 所以我們還是會稍微 只會找這份工作 硬說自己是綠 或者硬說自己是藍 紅或什麼這樣 我最還好 最主要是還怕這是有人來握底 握底 其實最好是來握底 內部還是有很多 比較機密的那種策略 或者是狀況 然後不希望給別人知道 所以還是會稍微過濾一下 是 我相信其實很多的那種 一般公司 在面試的時候 會稍微過濾一下這種新人的狀況 其實是有的 只是大家可能比較不敢講 選一個助選員的時候 要找這種有企圖心的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 他自己想選 對 另外一個是我自己在 所以你想選對不對 我想選啊 我選過啊 我選過 選過 有選唱嗎 沒有選唱 沒有選唱 沒有選唱啊 沒有選 沒有選 沒有 那因為 因為我們自己是比較新的政黨 那我自己在錄取 當初在選舉的時候 會爭選這種助選員 那我自己有面試過一個 其實學歷很好 那就是他之前是那種藥廠的業務 然後做到快總監的位置 然後就履歷一頭來說 你要幫我來助選 對 為什麼 對 我就很好奇 為什麼就把他叫來這個面試 那因為搜尋 搜尋他的這個社群的狀況 其實跟政治都沒有關係 他就跟一些藥廠啊 跟這種公關在打消息 很奇怪 對 很奇怪 你為什麼會突然 而且肯定有一些年資了 沒有 大概跟我差不多啦 差不多 差不多年紀了 四十來歲 三十幾 你三十幾 爸長老了 好長老了 然後把他來面試之後 那個 唐世宇在笑你 對 沒有 沒有 來面試過之後發現 他其實對這種政治的這些環境 還滿有想法的 包括很多的這種議題 那他比較關心的這種寵物 或者是小孩的議題 他其實都滿有想法 只是他不敢在臉書上 發表自己的意見 因為政治這種領域 大家還是會保留一點自己的看法 那親自面試過才知道 那我會問他一句 那你以後 你講了這麼多 我看你很多熱情 那你以後有沒有想選 他說有 他有這個想法 我就欸 這個很好 OK 走 有熱情 有自己很主動去發掘這些議題 我覺得這種才是最好的助選員 厲害了 想要成為這個 我先輔導你 讓你成為這個 對 其實跟杜力的狀況有像 就是說你總有一天要自己出去 哪裡像 跟唐紫媛比較像 他自己跳 猛男 自己就一天練成猛隊了 本身就是猛男 自己也有在跳 來來 來來 指援你怎麼看 因為我們這個職業比較特殊 我們常常會被很多客人 甚至來應徵的人 當作說我們是不是難公關 難公關 對 所以通常來應徵的人 通常都文不對題 就比如說我們是要做表演的 我們是要去娛樂觀眾 他們會認為說 我們的娛樂觀眾是可能有 特殊服務的 做黑的啦 對 做黑的啦 所以不只客人會不要問 連來應徵的人都會 然後想法不對的情況下 他們連送的資料都不對 就會有 送局部 就像大家去面試會投履歷一樣 他們給我的履歷資料是 然後叫他寫身高幾公分 他寫16.5 對啊 因為如果身高 他怎麼給頭髮的 對啊 怎麼給頭髮的呢 曾經有遇過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我到現在還記得 就是他應徵了9年 然後 總共來5次 我沒有一次入選他 為什麼 為什麼不要他 怎麼啦 他那時候第一次來的時候才19歲 然後送資料的時候我覺得 因為我們這個行業看顏值看身材 太巧 對 因為我們要拿去賣的 他的外型就是 賣相不好 真的不好 真的假的 真的不好 太主觀了啦 對 正常人來我可能改造服裝 叫他練舞或 可以讓他變帥一點 可以 但是他的情況是 外瓜你會找 對 真的不行 那他的身材也不行那種 身材就是排骨 然後他也高 他170幾 但是他體重大概就是52到53 太瘦了啦 那太瘦了啦 身材跟臉蛋都 結果他氣而不捨不斷的來 還來 我每次只要有發文說我要真人 他就來 對 應該有進化吧 對不對 有沒有進化 有 我有看到他的成長 至少他沒有修圖 他的身材有慢慢的變厚 但是直到兩年前 他的照片資料看起來是正常了 但是場景拍得不好 然後他來的時候還補充說明說 我也可以跳男生 甚至可以跟男生怎樣這樣 然後瞬間就直接把他拉黑了 啊 所以到現在你沒有用這個人 因為1賣不掉 2他的 我們表演是提供 就是像歌手或者dance 我們上台是表演 然後帶動氣氛給觀眾 我們沒有要私底下做什麼東西 所以他這個服務對我來講 沒有用 而且我還怕他搞壞我的客戶 所以你看要搞清楚人家 要做什麼嘛 對不對 說出口就刷掉 你說了什麼 這個工作馬上沒有 面試官的地雷 你敢踩踩看嗎 這很重要 注意聽 我踩到踩雷你就完了 注意聽 對 就是我那時候在日本的時候 就面試一個 大概25歲的年輕人吧 那我們面試官就是 我相信大老闆你也知道 就是我們都會問說 So why do you want to change your job 就是剛剛說 你為什麼要想要 Change your page 他非常的有自信 他就信心滿滿地看著你說 你問的問題非常棒 很棒 然後我想說 肯定你喔 那你的答案是什麼 然後他就說 那你滿意你現在的工作嗎 他又反問我 我說那我很滿意啊 那你為什麼要真人呢 我要擴大團隊啊 開始問你 他倒過來問你 對對對 從頭到尾就是他問我 然後最後他就說 那你要擴大團隊 那你對你的薪水滿意嗎 喔 這麼低效 這什麼情況 表情跟那個聲音非常的囂張 不過他不是台灣人 對 但他是那種 海龜派的外國人 就在日本的時候 然後就非常的過度自信 可能他想要表現出 他不是傳統日本人的落差點 但是實在是把我們嚇到了 這是一個很奇怪很可怕的 只有這麼短的時間 你必須懂得在這短的時間裡面 做一篇文章 言簡易改 講重點 話要少 然後人要一問 你精準的回答他 你不要反問人家 全權要倒肉 然後你為什麼換工作人員 你猜 我發了耶 就差一件了 你猜 來來111人力銀行 來何總 我覺得憲哥剛才講的 特別提到了面試的時間非常的短 是 所以說我覺得每一個求職者 他都要了解到 有時候長度是由他們在決定的 有面試觀 我覺得我跟你們喜歡你 好聊 我繼續追 基本上延長時間 你基本上就命中了 不可以否認 我們公司曾經為了面試的時間 特別做過限制 因為真的有這樣的面試觀 一搞搞四十幾分鐘 漂亮的一定 講很久 最後就說 你到底四十幾分鐘要聊什麼 是不是已經聊到話外去了 那好 那就是時間基本上 它有一個一定的配當 那所以呢 求職者都要曉得是 我們找工作都要知己知彼 才能夠百戰百勝 才能夠被錄取嘛 也要投其所好嘛 那所以我們現在先要知道 我們在談面試這個問題的時候 要先要知道 面試觀到底在看什麼 百分之二十八看 待人皆無應對進退 百分之二十四看口語表達能力 所以應對進退這件事情很重要 像剛剛說的那種自信 或過度的自負 其實非常讓人討厭 太多了 那我自己本身在新聞界面試的時候 我也碰過這種人 他說他什麼路線 他都很熟啊 那不行 可是這個就跟我們一個記者的 這個培養不太相同 講了五分鐘其實就不是很想講的 因為這有點吹牛了 所以我覺得 我們都強調要展現自信 裝內行那一種最容易被刷掉 所以再回到我剛剛舉那個例子 也就是我們應該用謙訊 來包裝自己的自信 那麼這樣的話就比較相對 不讓人家那麼樣的討厭 他再過來呢 到底哪一句話最容易踩到地雷 我覺得誰都知道我們找工作 就是希望錢多數到一家錢 就是誰不知道 那你好像生怕別人不知道 你還要問人家 說這份職務的待遇是多少 我覺得第一個 大雷 我覺得太不了解了 不要去問薪水 那可是呢 一定要發問 也就是問問 我們面試完了以後 最後我會請教你說 請問你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那你說沒有 那我就覺得你就不是一個 企圖心很積極的一個球 就這樣拿出來 所以一定要問 你比如可以問什麼呢 如果這家公司它有海外的步點 你可以詢問一下 我應該要去怎麼樣的作為 或者我應該有什麼那樣的績效 才有可能爭取到外派的機會 我希望能夠多方的磨練我自己 他就會覺得 聊到這裡我可以提供 我幫你們一個新的 interview的方式 西而公聽了 一次 來三個 一個議題開出來 開聊 你愛聊你就聊 你不聊你就準備回家等紅 這叫團體面試 團體面試 那這一種為什麼你知道嗎 看他在聊的時候 他懂得怎麼樣攻防 Defense跟Attack 在這裡就出來 很像電視辯論 對 然後又在攻擊的當中 不要太明顯 怎麼樣有團隊的組合能力 看得出他的IQ 看得他的EQ 也看出來他的SQ relationship 全部看到 對 他又支配了整個現場 對 對不對 掌控發言圈 對 所以說他就是一個專業的求職 三個人這樣一聊聊下來 自然就有一個Leader會出現 所以求職 他是在展現我們是不是一個專業的求職 就是我們的專業性 也就是一個面試官要在你的身上產生想像空間 你的錄取機會就大了 如果看到一個人一點想像空間都沒有 你認為他怎麼會接到錄取通知呢 所以 所以我們以一個大學畢業生來說 他畢業之後他馬上就有一份工作 這份工作叫做 他就必須要在找工作的這個工作上 對耶 展現他的專業 講得很好了 真的耶 所以一定要把這個工作做好 要做好 一定要展現專業 做一個專業的求職者 未來才有可能 做一個專業的上班 鍍力 哇 其實我的地雷很少 我的地雷很少 我們要常常收到客戶的電話 然後他們可能一次就是把他們的活動 是要做什麼 譬如說我們的主題是什麼 在哪裡什麼時間 然後他們可能是一次把所有東西 講完是不是 那我員工是不是要把那些東西 記錄下來 記錄下來 有沒有 你要記得很清楚喔 因為之後我們要寫合約什麼的 都是沒有問題 你也可以重複跟客人這樣 好 所以我他們面試的時候 我會講一篇話 那如果他們把我的名字寫錯 就沒了 那還用說 大忌啦 你杜力已經那麼簡單 還寫說他寫什麼 他有時候 把我的那個力變成 我的力是力量的力 但是他可能會寫 那有一次我唸我的名字 我就講我的故事 然後他把我的名字寫說 杜蘭 那你就杜蘭了 那我剛剛不是 有沒有寫過杜力德 杜力德 喂 怪醫杜力德 沒有 然後問他 你為什麼要把我的名字寫聲杜蘭 然後他說沒有 因為你之前有上節目啊 他說你之前上節目 然後有一個那個幫我算命的人 他說你要把你的名字 該說杜蘭 那個人是不是憲哥 應該是你敢的 不不不唱 亂個小孟老師 應該就是你的 還有什麼地方不能聊 還有一個就是我很不喜歡 就是來面試的人 一開始就跟我講一些 黑人文化的東西 或是用那一種黑人的那個腔調 在 欸 What's up What's up Yeah Come on 裝手 很討厭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你明明就是來 這份工作 第一個你就是要怎麼尊重老闆 嚴肅一點 是不是要怎麼尊重 第二個就是要怎麼尊重文化 對 對 就不要弄這種東西來 來 Eric 履歷上他面試的時候 我絕對不能說謊 因為我看過一個他在履歷上面 成績寫很好 然後剛好我跟他聊到 在大學我們有修過同一堂課 就開始聊這個教授很難很難 然後開始聊其中的一些課程 結果他一個都會 他騙人的 對 然後後來才說 我寫錯 我給錯履歷了 這個是舊的 Oh my 然後我們本來是有八個人 要面試他 然後兩個人面試完 剩下的就完全一樣 完全取消 太瞎了 不說謊 這假學歷是完全 不行 這完全打槍了 打妹打妹 談薪水怎麼辦 就通常都薪水 在面試的時候是完全不會提及的 通常都是確定要錄取這個人以後 才會HR會跟那個人來談 人資 對 人資才會討論薪水的問題 比如說我要一個總經理 但是我可以給到月薪60萬 這樣子開可以嗎 你們覺得這樣 企業主要開 當然可以啊 可以 那怎麼知道他值不值60萬 那就是要看企業主要的這個總經理 需要什麼樣的條件 那應該要精算 而且他也要 他也要對他的未來承擔的這個業績 來負責任 一般來說的話就是說 你的業績 應該是你的薪水的四倍 四倍而已嗎 一般來說 60萬他做240萬 是喔 那如果說你的 如果一般的 我說一般的 我公司的都要十倍 唉唷 所以 我是血汗的公司 不是NZ吃人 大概會夠 哎唷 哪裡就把你炸過了 沒有 好可怕 我的PGT好不好 要增1000個元公 水虧 好不好 新的 然後因為業績要是他薪水的十倍 不 因為他們是做業務 是 然後因為他是在那個 104上面規矩 喂 喂 才會缺到現在還找到人嘛 媽咧啦 媽咧啦 不要講別家的來 早一點 早一點透過11 對嗎 我那個通訊軟體 我們需要大量的人嗎 好不好 就等你來 好幼稚喔 這一段千萬不能剪掉好不好 1111 我們也上廣告 有 好不好 111 來 我覺得面試是 就是你要來融入這個團隊 就是你要來配合這個團隊的這個作息 那我曾經有面試過一個這個面試者 因為我們通常面試安排就是 早上10點或下午2點 那我就是一個下午2點的面試者來 那他一進來就全身就很重的那個味道 應該是檀香的味道 檀香 對然後我就是一般正常的面試完 就看你的學歷不錯 學經歷不錯 那最後就問他一句說 你身上這個檀香怎麼這麼重的味道 是 可能剛剛到二冰 對然後他就跟我說 沒有他就跟我說他們 這個太低音了 他固定12點到2點 要去修行 我說 這樣子可能沒辦法配合我們這樣子的 對啊 我們沒有辦法配合我們這樣的工作 因為我們畢竟就是政治行業 大概白天是最忙的時候 對 那沒辦法配合你說12點到2點 你要去做一個修行的動作 因為我覺得宗教我們還是尊重 但是 畢竟工作是 大家是一個戰隊 是一個團隊 那不是大家去配合你這個新的面試者 而是你這個面試者來融入這個團隊 你要找工作之前要先了解這個工作的屬性跟狀態 是 OK的你才去 對 是不是很重要 像子緣這個來應徵就太可怕了 那我有收過一個資料是 我以為是女生傳資料給我 然後 他有表明說他的身分是 人妻 那他想要應徵來拍攝成人片 好 那我想說他是要拍成人片 我需要透過他老公同意說 他老公同意他老婆來拍跟別的人做 OK 他說可以 結果呢 跟我傳訊息的是他老公 然後他老公自己把他老婆的各種的照片傳給我 蛤 又是 又是局部 特寫 老公推坑 不是 這樣講也對 但沒有啦 怎麼會這樣 他老婆一流氣則二流歸 歸就歸公 三流王八 王八就靠老婆去賺 然後養他這樣 那歸公他是有做事的 有做事 你好 我是歸公 這是我老婆 OK 所以人家才會說這件事 他媽的 不要亂講 說文件 歸公 如果他當歸公 應該老公跟老婆一起來拍 不是 老公只是仲介帶他來而已 不是啊 他老公也沒帶他來 他老公只把他老婆的各種資料 他家那個局部特寫的什麼照片給我 不是 那老婆知道嗎 知道嗎 我不知道 他老公這樣傳訊息來 那我不確定傳的是他老婆本人 還是他老公自己擅自做主 那資料上也都是 因為我會比較詳細 因為我怕被人家詐騙 所以我會要求說 你給我自我介紹的影片 因為如果說 不是 不是 我想看影片 對啊 看影片啊 整缺照片 他可能老公自己去 老婆的手機拿一些來放 對 修片 然後這樣送 可能就以為是老婆送的 那自我介紹的影片 必須要有人錄 本人 我是誰 他就確定說是他老婆願意來拍的 了解 那他老公傳我就說 那你要給我簽統一書 對 面試官這麼短時間 我怎麼看清楚 面試你進來之後 完蛋了 不適任 那怎麼辦 來 Sandy Sue 通常我們在那個 數字銀行上面 或者是Linking 領因上面 都會放一些自己的 BIO跟 profile 然後這時候就會放照片上去 那我們在列的時候 我們在看履歷 大量看100張 200張的時候 就會看到這個人的形象 滿符合的 那他的履歷內容也非常的棒 那就會邀請他來面試 就第一關我們在履歷篩選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這可以 那我們就電話面試他 也請他過來 到了現場 請他到現場的時候 就發現 怎麼有一點 看到這照片跟本人差很多 對 攝影棚也長 這種事情也 或多或少 對 對 但是 恍如隔世 不好意思 但有一點像大姐變阿桑的感覺 所以當下我們的表情是有一點 嚇到這樣子 修騙軟體太可怕 是 然後他就說 不好意思 我那個照片 在那個Linking上面 十年沒有更新 對 在那邊騙 美姬美到太可怕了 我們也成長錄影 然後製作單位去帶人 帶不到啊 對啊 你是誰 完全都不一樣 對 這個修普通 還有憲哥我可以給你拍 你知道嗎 我知道 一拿起來 這自拍嘛 對啊 對啊 怎麼 眼睛都變很大 臉都變很尖 都這樣 都變蛇驚男 怎麼會有這個樣子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是他面試非常的好 那應該不是技術性的職位 所以是不需要透過考試的 然後來上班第一天 老闆就丟KPI給他 請他去完成 因為他說他認識什麼 通路通通都講得很會 然後丟給他之後呢 完全就是什麼都不會 他可能是拿他朋友的那個劇本 然後照念了一遍 然後把人間的人脈的名字 全部背了一輪 結果第二天 他就無預警的消失了 蛤 再也沒有來過 假的啦 太扯了吧 對 就有這種的 你又遇過那種搞錯的 來面試 完了之後面試沒成功 他竟然變犯菊妹 蛤 你電話 還有電話有沒有留 不是啦 有電話 因為 我們也幫有的這個公司代徵 像有的這個 你說幫猛男團 不不不 不不不不 一般的求人 好他代證 代證人 也是像公關的這些人才 那也有這個應徵完了以後 然後就跟他說 今天晚上剛好有一個飯局 你要不要來身歷其境的歷練一下 感受一下公關工作 到底都在做些什麼 後來呢這個女孩子呢 覺得好像很受到栽培 而且這樣對於我未來接到 這麼快立刻就業 錄取通知也是有正向幫助的 他就去了 去後當天晚上 搞了四拖 晚餐完了以後第二拖 第二拖完了以後 覺得這一間的這個 感覺不好 又換一拖 最後一拖還 阿里山看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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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因為 因為自己戴的啊 就難免就 又手來腳了 他也很細 我覺得這個非常不好 所以如果我禁告在這個電視界面 有興趣應徵公關工作的女性的朋友 小心 如果有碰到類似的案例 其實不必要去 等到接到錄取通知以後再說 要注意 那如果又跟著這個主管 去參與應酬活動 那麼這個主管又動手動腳 我覺得對你來說 是把自己置身在一個 危險 危險境當中 我覺得這家公司 其實你就可以把它fired掉了 對啦 來杜力 你有同樣的角度啊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但是他們跟我有一點不一樣 我有發現 有時候 面試的時候 跟後面是完全不一樣 但是有時候 有可能是好事喔 來當你的員工壓力一定很大 為什麼會有壓力很大 看起來永遠在瞪人 沒有啊 而且 動不動就翻牌點 口頭砸之後 對啊 很擔心耶 不會 眼睛就是這樣子啊 你也看走眼過 沒有就是 那個問題就是這樣子 就是面試的時候我覺得那個人還好 我也沒有沒有放很大的那個希望 你知道嗎 因為就是他面試沒有特別講什麼話 然後就是 我覺得還好 我本來沒有想要應徵 但是因為我們那時候公司真的很缺 因為是胃壓肌嘛 有很多活動什麼的 然後就說啊不然這樣子好了 因為我們現在需要 那就三個 我們先來個三個月好不好 因為這是在美國 試用 對啊試用啊 然後就先來三個月好不好 他說好啊 然後就開始工作的時候 我發現突然變 為什麼我們的案子變成好多 就是變得好多啊 那我想說 那很好啊 就很好很好 有沒有 然後就是很多客戶 開始跟我說 我跟你講 那個露露超棒啊 他 對對對 那個露露你在哪裡找到這個 那我想說 哇 就是我這個新的同事來 幫我找的客戶 而且一直幫我找很多很多 然後我想說 這個好棒 然後越快到我想說 那我覺得你做得很棒啊 我想要把你留下來啊 要不要再請個一年 他說啊 不好意思 因為你一開始跟我說 我只有四個月 說 哇 可惜啊 然後想說 那個 這麼棒 惡玩 少了十倍 對 就是這個意思啊 杜力講的這個例子 倒是很多公司會發生 一個很負責進職的員工 對 帶走 他這麼認真啊 這麼賣力啊 他就覺得說這個人才難得 對 就都把他挖走 這很多公司發生過這樣的事 Eric 對 我們之前遇到一個 把所有面試官騙得團團轉 他就是把自己的經歷講得天花亂醉 他的口才非常的好 然後我們都一致認同說 哇 他非常有潛力 他在我們公司可以這樣 一路爬上去 很生鬼就對了 對 然後 他開始工作以後 他什麼事都不會做 他連一個大學剛畢業能做的東西 他都不會 哇 對 然後我們 他是騙了你們八個人 對 他很厲害耶 他的口才非常的好 其實他是一個人才 對啊 那他是啊 後來有在電視節目主持嗎 適合 龍眉大眼 適合嗎 那他就做不到一個月撐不下去 他就繼續到下一家公司騙 然後又拿到更高的頭銜 哇 那他很厲害耶 所以他這個有時候 他可能在言語上面有長才也說不定 對啊 搞不好是談判高手 對不對 美國就有那種談判專家 對啊 這裡綁票有沒有 哈囉 你可以出來 不用再演了 這種談判高手 那薪水很高的 薪水很高 然後跟這個歹徒跟搶匪去談判 就是那種交心啊 危機處理 心理戰 口才的部分 因為我之前選舉嘛 所以選舉的時候那種 我們不是要少接的那個車隊嗎 那車隊上面會有一個廣播的 那我那時候就因為選舉那時候比較急 就趕快面試了一個廣播員 那他說 之前這個講話都很冷 面對面的時候跟我舌戰連話 都可以 就可以講得出來 拿到麥克風就不行 對 結果當天一掃接 他一上那個副駕駛座 拿起麥克風 因為我們大部分講的是台語 大家好 今天你是 班教頂記帝 幾號五大尉來 來這裡大家 拜票 他都講不出來 他看著這個稿 然後講不出這個卡詞 他就拿個稿子 看了一遍說 然後他就繼續開車 然後就把它唸出來 好 好 所以最後整路是整個司機大哥在唸 了解 什麼啊 對 然後最後呢 耍完接之後我就跟這個司機大哥說 司機大哥你這個很厲害 我可不可以給你留一張名片 他變助選員嗎 我下次選舉或者是有機會的時候 我可以找你 司機大哥就發給我一張名片 上面就寫 修理沙門 沙窗 蛤 蛤 司機大哥是堅持 之前在做那種沙窗嘴墊的 原來啊 可是他真的很厲害 對 所以我真的有留下名片 下次選舉的時候 找他 不過講真心話好不好 我們說不管新鮮人 或者是你想換工作的 好不好 千萬要記得一件事情 不要看在眼前這一份薪水 我今天做了這件事情 老闆要的我就做三倍給他 所以 做到有一天老闆沒有你 他會死的時候 現在大家都害怕 對 到假日的話 電話一打他也不接幹嘛 躲起來 害怕工作多 我跟你講在家等紅吧 要不然你就自己開個店 準備關店吧 說得好 好不好 真正就這樣 心想事成啊 沒錯啊 如果希望自己細小如一顆塵埃 被人家看不到 你就真的被看不到 對 我今天有很多金句喔 今天這個很多的東西 可以值得大家找工作的 要記得學習下來好不好 謝謝他們的分享 開放 謝謝